哈喽 大家好 我是 来自GORIS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那每一支表 每一个品牌 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一种 瑞士的这一种奢侈名表 必定有自己的特点 有自己独特性 识别度 识别性非常高的一方 人家一眼就看到这一支表是 什么表的DNA这样子 那这个劳力士也不例外 那水鬼是对吗 也非常有名 非常经典 那DNA今天要讲的土豆 TUDOR TUDOR 或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叫TUDOR TUDOR也不例外了 那就是这个雪花针 你看到这种斧头针 这个石针这边 那就是它一大的特色 这个识别度非常的高 你一眼看去就知道 这个必定就是TUDOR这个品牌 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下 那你看这一支表 这个海军兰配这种金铜的表格 再来就是右边这一支 哇 绿色的这个表圈 配上这种粉面的这一种黑色的这一种面盘 而且这个金色的这个刻度 这一些index 它的十针这些字样 都是以金色的来做点缀 哇 就是就跟劳力士他大哥那个Kermit 非常的这个有味道啦 让人真的是很想去收回一支 那这个好 今天要讲的这两支 我们来一眼小刚最喜欢做这一类型的影片的 那你这一类型的影片 真的是大饱眼福可以看的爽 那小刚做这个测评 做这个影片也讲的非常的爽 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右边有的这个是命名为这个Tudor这个Herox 也是这个国际的这个特别版 special的这个edition 然后左边这一支呢就是这个Tudor这个Booker 这个保齐来的这个特别款 也是以这个海军兰配这个精通的表格为主题 那这两款我们来一起来研究一下 聊聊一下甚至来做一个比较 那你会看到右边的这个41mm的这个表格 对比这个左边蓝色这一款43mm的这个表格 那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他最快的第一眼的这个对比 好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这两支表 那这两支表呢 其实要说到这个Tudor这个土豆 地多这个品牌Black Bay 可以说是这个品牌系列里面最为火红的这个 什么说最为日门的这个款式 那说到这个Herox右边这个你看绿色这个表圈这个款式 我可以讲基本上你在全线这个只有在地多Tudor 你才会看到这个怎么说这一种颜色这个款式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而且它是国际特别版 那在市场上呢确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吵架 你要买到也不容易了 那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 那说到左边的部分呢 这个也是这个Bukura 这个保其来的这个特别推出的这个特别的这个 special edition 这个特别的款式 那其实这两支表呢 市场上还有没有在卖呢 那有些朋友就知道玩 那这个知道朋友可以留言在下方 因为据小钢所知啊 那这个他好像是劳力士这样子了 基本上他不会跟你讲这个市场上出了多少支 或是几时会停产这样子 那基本上都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这样子 那接我们来就来看一下 简单的规格要讲一下这个Tutor Harrods这个绿色这一款 这个我们叫它 哇这个帝座的这个绿水轨 你看这个侧边的这个抛光 这个打磨 加上它那个表克的这个车边那条骨线 那个曲线是抛光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那我们说一下它的规格 该小钢有提到的41mm的这个表镜这个表克 那它厚度在14.5mm左右 主要它的这个表耳到表耳是50mm而已 所以这边以41mm配上50mm 这个佩戴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舒适 表带的部分也用了这个22mm的这个宽度 配上这个金刚带了 这个这个钢链主要的特点 它一大的特色是你看它侧边的部分这些 都有用上的这个柳钉 这个做旧复古的这种 比较像这个也是曾经在这个大哥劳力士的这一种 古董的这种钢链的这种表款上面出现过的 非常的经典 那配上这个粉面的面盘 我们叫这种黑色black的这一种made down 然后金色的刻度 金色的这种指针index这一些 秒针的前端还有做这种绿色的点缀 下方也是一行这个小小行的200米防水的 这个绿色的字样 其他的部分都是用了这个金色 来做点缀那些石标 它这个非常识别性 非常高的这个虎头针 那背后的部分你会看到这一款收藏家 为什么它价格会炒的那么高 为什么收藏家 为什么一直都有人在追捧 双家都收藏家都喜欢是因为你看到后面就刻着这个非常特别的 special edition 而且它下方是有这个训练号是有号码的 那哪怕你有一天是买到88888或是8888 哇那恭喜你了你就发达了 对不对 那这个它是有自己的这个special edition的这个 我们它其实不是限量 不是limited edition 它是叫number edition 就是这个有自己的这个 独特这个独有的这个号码 那每一支表都不一样 这个也是这一支款 这个herod edition 一大的这个特点 那整支表你就看41mm 非常非常的漂亮 选路出的龙头 这一些 这个 蓝宝石的镜面 这些 只不过小刚觉得 好像劳力士那样 如果他做的这个防旋处理 做的可以更好的话 那是一大的特点 那最后我们再聊一下基金的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做个比较 这一款这个TURO的这个Bukler 张小刚有提到 那Bukler要讲一讲 它其实在市场上面 不理是刚小刚 看我们一起看的那一款 绿色的或是这一款蓝色的 其实在市场上 基本上你要到它这个旗舰店 你在国外都好 在旗舰店你要买 基本上都不容易 因为在市场上 它这个表款 都是需要有这个waiting list 可能要排队 一些条件等等之类的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两款呢 那小刚也做过影片 那等一下我们结尾 再来总结一下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 它的规格 这个43mm的这个表颗 大家也知道小刚有提到 刚才比起那一款就是41mm 它厚度大概小刚量了之后 大概也是在14.5mm 这个表额到表额就是52.6mm 稍微会比较长 它表额到表额 表带的部分小刚量了之后 大概是23mm的这个表带 那不过这支表带的还蛮贴手的 因为它是用的这个非常有名啦 这个TURO的这个NATO的这个strap 这一种表带 那讲到这个NATO的表带也是这个TURO做的 这个有声有色啦 做的这个发扬光大啦 让很多品牌都跟随它这个脚步啦 就是TURO可以说是先锋 非常的厉害 配上这种海军蓝的颜色 那你看到面盘非常特别 有这个369 这边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其它的部分它就用金色的来做点缀 而且表圈的那个刻度那些 index也是用金色的这个刻字 主要这个表圈的部分也是一样用这个海军蓝 配上这种你看这个表颗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这种铜的表颗啦 就是可以散发出 过了时间的洗礼啦 你会看到它有一点带黑灰的 那这个就是这种表 这种金铜的表颗啦 就是这种有这种铜锈啦 那带了之后啊 就是会有自己的这个特性啦 这个就是金铜表的这种青铜表 铜表的这种材质的好玩之处啦 甚至你看那个表带 这个表扣的部分 它也是一样会跟着这个时间久了之后 它会产生一种它自己独有的特性 那说到这两支表呢 好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它机芯的部分 那右边 这一支 Harrods啦 它是用了这个机芯的部分呢 它是用了这个你会看到 这个Tudor Manufacturer自家的机芯 MT5602 那右边这一支就用MT5601 其实主要的规格都大同小异哦 虽然型号不一样 那我们就不太多说型号 那主要的规格都非常的性能都非常的强大 这款机芯呢 这两款机芯呢都是属于这个CP值啊 性价比呢都非常高的一个机芯哦 因为主要五卡度的油丝啊 Free Sprung的Balance啊 这种螺丝微调的这种摆轮啊 呃 Silicon的这种Balance Sprint啊 就是有这个硅油丝的这种 呃有卡放放 螺丝的这种性能的哦 而且它有这个动力储存高达70个小时啦 然后还有就是有这个天文台级别 Officially Chronometer Certified的这个机芯哦 你会看到那这一些通通都是它一大的特点 主要还有就是4Hz 28800平震率的这个机芯哦 那你一听这些就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两支主要 我想要非常喜欢是因为它没有热气哦 没有热气就看得很Balance 很平衡啊 整个那这两支表 最后来说一下 要买到其实还不简单 据小刚讲了GMT跟Black Bay BB58 非常值得收藏以外 这两款是小刚觉得一大的推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两款 那找不找到就看你自己啦 那我们下期见 我是小刚 拜拜